現場是不播的 是教授來幫忙我們的時候 我們把我們的想法講給他聽 這個大家看一下 你們一定沒看過 連我也看過幾次而已 那知道說 我們要說 我們在這個 自然醫學 我們在這個 科學院 我們在這個 科學院 我們到了一個 學習的概念 那 其他 一大條 我們在這個 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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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 很準確的教授 我們就要 進行幫忙不動 就是要幫忙 先找幫忙不動 然後 不做不動 如果說 你要做 不做 只是 你很忙碗 可是 你做沒有幫忙 那你希望之後 做 做 或者 這個 可以 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對啊 等一下 私下再給你拍這一段 這個 剛剛有看到 我們 一決定做 要啟動的時候 我們就 趕快來訓練 這時候 教授還在 這是教授當時的 來出 這個場聖會的情形 那 我們為了要 證明 結證到 真的 可以幫到很多人 那 我們這個 其實我們在社區的議診 一場接一場 這一場 對不對 我們就在南投 跑到南投去 這個是南投 還有社區 從來沒有斷過 為什麼 我們要 驗證 究竟有沒有效 不是我們講有效就有效 對不對 那 我們照各處多基辦 包括社區 那有一次呢 我們在這個 疫診中 發現了這個 那個 小阿麻痹 那 37年的小阿麻痹 那 他來接受我們的疫診 這個 金老師跟我看得很清楚 幫他做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次疫診 他生平第一次跑步 第三次他就能夠跳 我覺得說 這個開關理讀 這個覺得到 真的有發揮作用 給我很大的鼓舞 我們來看一段 我們來看一段 那 第三次他就會跳舞了 他教我跳舞 他跳舞那時候最流行的 小一推一推 好像大腿舞那種 他教我跳舞 那拐杖拿掉 他代表什麼 他的信心恢復 我們也稍微播一點點 為了驗證 為了驗證 第三次做好 第三次 你看他會跳舞 對啊 那你感覺這個 你感覺最大的進步 包括一個角色感 你跟我們講一下 這次我們時間問題 怎麼講那麼多 那緊接著呢 這個小毛麻痹 我們處理過了 我們最後也處理過 好多個小毛麻痹 那我們都要對這個 重複病人 我們長得來處理 那我們要講 它是一個黃金時間點 這個西醫 有時候 都跟你講 黃金時間點 十三個月半年 那都是病人 應該是一個月是最好 一個月是最好 那我們在第一次物件 他自己可以夾菜 這是他家裡的情形 全家都在看 那這個我們第二次走的時候 第二次我們再去一趟的時候 他已經可以來爬山坡 跟我走路了 正哪像中風啊 那我們經過了五六次 我們處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能動 沒關係 所以要掌握時間點是很重要的 這個 這個 人生短暫 這個 去年的 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二日 就過了 他一直在跟我交代 要把捷徵到 在台灣要做一個全民的傳承 然後 甚至要推廣到全世界 他一直 認為啊 他的這些技術是來自於大陸 一定要走大陸一趟 這就是什麼 這個思緣嘛 想源頭嘛 這是他偉大的地方 偉大的地方 他可以說這是我創的啊 可是他不是 他就是從大陸來的 那 教授的身前 曾經跟我們指示 六老師 你上課的時候啊 你要讓那個沒有學過的 一下就學會 你不要要有高深的一些中醫基礎 像我們的腳踝痛 我們一個點就好了 就是要解決的啊 這是他 這是我們講的開關點發揮的作用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圖 我 你看 這是我們身體上所有的運作 大部分都有啊 對不對 那我們隨便拿一個點 裡面都有 只有一個點就解決了 最起碼可以五六成 就解決了 那其他再加強 我們就用 腰痛好了 腰痛這兩個點就好了 對不對 那 像我們的胸悶 我們這個點就好了 像我們的 你們要看什麼 手指痛 還是 膝蓋痛 膝蓋痛 謝謝 有點錯誤了 抱歉 抱歉 這沒有做連結 那沒有連結到 這沒有連結到 抱歉啊 我只有在連結 好我們就 空關節痛好了 很多人空關節痛啊 我們一個點就解決了 你們當下有空關節痛 我們可以把大家馬上吃 我們一個點就解決了 我們剛剛所有的症狀 一個點就要解決 這叫做開關點 而且我用這個點 就是用到我們的 什麼 遠肉療法 有沒有聽過 遠肉療法是 只有醫師達人學 然後全部學完 要交六十萬 他可以治癒 百分之六十五到百分之七十的症痛 那我們這套 我們可以治癒百分之八十 的症痛 因為 我們把 精華拿出來了 這個 我們的平床 我們不能停 這個 我們緊接著呢 我們呢 我們緊接著 我們接了一個 這個 三年的職務人 我們三個鐘叫醒 我們三個鐘叫醒 我們呢 第二次他們要站立 我們跟精英社長 這是我們處理的過程 我們都有圖耶 那緊接著呢 我們三個月的職務人 我們三十分鐘就要把他叫醒 這個 我有種感慨 現在 我們在處理這些 大家認為 不可能 把它變成可能 其實 這個 他的實證很重要 那 這個 我們現在醫學 很多都已經到了極限了 那如果我用結晶道來推廣的話 用一個技術來推廣的話 他不會長久 只是一個武功嘛 武功不能長久 那有人跟我建議 你說 劉老師 你想把它長久的話 你要用文化來傳承 把它當成文化 這時候呢 你就要附入很多生命 當成文化 所以我用文化來推廣 這才能夠永遠流傳 這個教授的這些努力 才不會白費 所以我決定要用文化來轉折 那 這個 我們完整的話 我們第一個 教育不能停 臨床工作不能沒有 海外推廣不能慢 因為 這個 每個人啊 能夠有多少個寒暑啊 自己是沒辦法確定的 我們在有生之年呢 我們能夠把這個傳承 我們算心宴已了 心宴已了 心宴已了 那 我們昨天確定了我們的 領導中心 那 我們的 我們就 這是我的一個背景 那 我擅長就是一個 開關療法 那 我們的 衣血 髖髖髖髖髖 每次整集 我們都 涉獵 那 這是我們的團隊 是我們的團隊 那 我們的團隊中 我們這個 有很多都是醫師背景 那 這些醫師背景呢 它可以成為一個團隊 我們的所要條件 就是 他要是 我的學生 不是我的學生 我不能當他這樣做做的團隊 因為他不瞭解我 他用他的方式嘛 他用看藥 他要怎麼樣 對不對 我要的就是要用 自然療法 那 這些 包括美國來的 林醫師 他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還有我們的 山中醫師 這幾個呢 都是我們的團隊 那 既然你要用文化來推廣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憲法 沒有自己的憲法 就不能叫文化 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病狀 你用這個思維去洗 我們設立了七大法則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為了要驅分開關法 我們叫做 劉俊末 康建開關法 這個 結真一處 自未開 大概就這個道理 那首先我們確定了 對 開關怎麼啟動 開關怎麼啟動 我們靠這五項在啟動 最重要的 是能量 因為能量是最不要本錢的 所以我們用了這個 這個能量 這個五大音質 那我們也確定了 正當要改善 一陣子 這五項全部改善 很多人一直跟他講說 這個東西很有效 有一些副作用 或是說好轉反應 他就把它 改善成好轉反應 那是錯誤的 應該是說 我這幾個有改善 而且你有在痠痛 那也就算是好轉反應 如果這五個都沒有改善 你就要思維了 可能 不是人用這個方式 不是人用這個食品 這是我們確定的 所以我們要成立一個法則 是要經過很多思維的 那我們也要確定 什麼叫好轉反應 一定有這幾個 尤其情細釋放 我一定有個 有個患者來我這裡 做了三次他都大哭了 然後最後一次來 我跟他講說 有沒有做心理準備 有 這次不哭 可是最後還是大哭 哭了眼淚掉多少 一包子 插完插完 他把它情緒失望 這就是好轉反應